Laps 其實基本上我們要的流程是會兩個函數綜合 所以方法當然我習慣是先做前面 再把後面加串在後面就對了 串的方法的話一一先用插入函數 裡面先找到文字裡面的Laps Laps的話我們就找到這個Laps 它有一個兩個兩個引數 所以第一個他問你說你的test你要去切割的那個文字在哪裡 那我是在這邊姓名告訴他 那你要幾個字Lumber Chars 我要一個字就好了 OK 那意思是說我要抓第一個字 這個時候當然你回來的一定是5啦 然後面要先生或小姐 那你這個地方是由什麼 由性別去判斷 如果有判斷的話 那你要串在後怎麼串 特別注意喔 串的方法記得後面請你and的符號 可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關鍵 因為有個同學要串 如果要串 一個以上的文字 一定要加這個符號 這個是and的符號 這個是串文字用的 那我要串什麼呢 串 男是先生 女是小姐 兩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就是要讓他判斷 讓誰判斷 誰幫你判斷 你總不是你自己判斷嘛 那你用眼睛看 對不對 資料多的話 你恐怕這個不是好方法 所以and的後面呢 請你再插入if的函數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第二次使用那個if的話 記得喔 請你不要再按這邊 因為如果你按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記得他應該會把它蓋過去啦 他會把它蓋過去 那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舊的版本 他會把 這個lapse把它蓋掉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用的是2016 他現在 居然可以讓你一直在往後加 如果你還是用舊版的 你這個方法就不OK喔 如果你是用舊版的話 記得喔 一樣and 假如你是用大概2007以前的版本吧 你可能要用這邊喔 從這邊加喔 如果你從這邊插入函數 他會把lapse蓋掉 OK可能版本 那如果你擔心說你不管哪個版本 你乾脆用前面算 就一勞永逸了 就是第一次使用的話 請你用這邊 這是第一次使用 這個是第二次以後使用的話 請你用這邊 OK這個可能要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新的版本 他都可以用前面 但是舊的版本 只能第一次 這個概念不太一樣 那我們第二次使用 左蟲這邊好 一樣嘛 衣服 你會發現 他把衣服加在這裡 如果什麼呢 如果他的性別呢 等於 假設我用男女 你用女生來判斷男生都可以啦 我用男生來判斷好了 如果說他裡面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輸入那個先生 反之的話呢 那我又是 小姐 所以這邊的輸入一個男 OK 他是用文字比對的 那 這個的話就是先生 反之的話呢 就是小姐好了 OK OK 好 你會發現 移開他會自動前後加霜 這個是必要的 衣服其實還蠻貼心的 會自己幫你加 理論上應該是你要自己加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個就OK了 他就自動會幫你根據 他的性別 去產生他的稱呼 OK 所以這個Labs的部分的話 待會請各位自行完成 再來的話呢就是有關那個性別 那性別怎麼抓 第一個 一樣嘛 兩階段 所以第一個是先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文字的 密的函數 所以這個MID函數 一定是MID 這個MID函數 身分字號裡面要第幾個字 STAR LUMBER 所以是 第二個字 要幾個字呢 要 一個字 有沒有 那請各位 我是建議慢慢要習慣看懂這前面的訊息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看那個 因為它是英文的 而且這個英文的 訊息 還不是完整的 不過 看久了慢慢習慣了 他有時候會縮寫 STAR 應該是LUMBER 他就是STAR 底線一個 NUM 看 就有時候剛開始會看不太懂 第二個是看懂後面的訊息 這個是你給他的東西 他丟過來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一定是前後刷影號 這個沒有刷影號 表示是數字 但是 最後幫你切割回來的喔 你會發現他一定是前後刷影號 表示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 我講過文字跟 數字 一定是不相等的 這個概念要了解 那我們第一個先抓到 他的數字 第二個呢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其實因為我們是要放在一幅 不是串在後面 像剛剛是串在後面 所以 這個是什麼 要放在一幅裡面 怎麼辦 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就先做 裡面的 把公式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再插入外面的 那個函數 所以你可以一直 撿一直貼 一直撿一直貼 可以做很複雜 所以你把它貼到這個 邏輯裡面 如果這個邏輯呢 等於 這邊的話等於 一的話 那就是男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女 OK 不過這個 這個地方輸入的時候 大部分同學都習慣這樣子 但是呢 有沒有錯 有嗎 因為我剛剛提過 記得要前後 加個雙以後 這樣才會是正確的 OK 可是 假如 因為我之前有同學 就是剛好 來源資料 剛好切完的結果 它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 後面比對的那個欄位 可能它就是一個數字 那我不能動那個欄位裡面資料 我只能動前面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特別說 這個也是還蠻常遇到 像之前有同學用Viru函數查詢 一查奇怪什麼都不對 一看原來它查的是數字 可是它來源是個文字 看起來都一樣 但它覺得奇怪怎麼都查不到 比不到 它要的東西 因為一個是數字 一個是文字 當然比不到了 雖然你看起來 它以為它是個數字 有沒有像什麼股票的名稱 一串嘛 可能這邊來源 它可能從網路上撈下來的 可能是一個文字 那比的時候它裡面是個數字啊 一比當然不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轉型 我剛剛講過嘛 如果你要把文字 轉換成數字 再來比對的話 有沒有 如果後面不能改喔 那可以怎麼樣 還記得吧 剛剛不是講嗎 外面再包一個Value就好了 Value 有沒有 這個Value是做什麼用途呢 就是把文字資料 轉換為數字資料 OK 所以 這邊的話你可以 前後再加一個雙引號 記得喔 打個Value 有沒有 本來是False 本來你會發現這本來是False 那你就把外面再包一個Value 記得前後加個瓜糊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 原來裡面切出來的1 透過Value之後呢 它幫我轉換成1 再跟它一比較之下 兩個就match OK 我按確定之後呢 其實 結果應該也會是對的 OK 所以基本上 有的時候你前面不能動 那沒辦法 後面不能動 那你就轉前面就好了 所以 透過什麼 透過剛剛講的Value 這個額外的一個 函數 OK 那 做完這個部分的話 下面是提取什麼第幾個 不過下面這一題也是 同學常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我假設 比如說Mid 這邊有Mid 然後我要什麼 從開始的位置 這個字串 從開始取4個 取4個 0551 按確定 可是你會發現喔 那這個也是常見的啦 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喔 明明應該是0551 為什麼回來是一個公式呢 特別注意喔 問題說在哪裡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如果呢 你預設的這個格式 有的時候呢 你可能之前因為你輸入的是文字 然後呢他幫你把格式已經轉換來文字之後 那你再輸入公式的話 就會變成 只要是你裡面格式 預設是文字 你一輸入就會是 結果是公式 他不會是結果 那如果你要改很簡單嘛 就怎麼辦呢 你就把它改回通用最上面的喔 按個確定之後 他現在還不會改 你再怎麼樣 游標再放回去 打個勾就可以了 OK有沒有 0551 那這個也是常見的啦 因為同學長 奇怪為什麼我沒有錯啊 為什麼做得出來 他給我公式 好那就百思不得其景 喔原來 因為格式 換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練習一下 剛剛重點 一 這個稱謂 我們用的是後面串一個if 第二個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 性別 是把公式減下貼到if裡面 但是我這邊又多講了一個 value 這個在講一點沒有啦 我是額外在講 因為剛好之前有同學遇到類似的情況 他不知道有value這個函數 所以他也不會轉 那不會轉就麻煩了 OK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輸出的結果 假如是一個公式的話 記得就是把這個格式 右鍵儲存的格式 把它先從文字改回來 再打個勾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前面主要是大概 習慣一下 這些都比較簡單的那個 這個函數的應用 還不到vba 所以請各位先熟悉一下 至少你要對那個 函數部分要熟練 所以我們這門課 五大類函數呢 主要是希望 以後不管哪一個函數 你沒用過 沒關係 假如你大概知道用哪一個 你也可以很快的把結果做出來 基本上至少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如果你還沒講到vba 提高工作效率 第一個 以sale裡面的函數 就是要 能夠非常的熟練應用 至少要知道說 哪些功能有 或沒有 如果沒有 那你這個就再來想說 那我用vba來 建一個 我制定函數啦 或者是建一個 自動化的流程 OK 所以大部分其實啦 當然 如果不寫程式 那沒關係 就不要寫程式 沒關係 你就先用內建的方法 除非真的找不到方法 也許你再用vba來做 好